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 英文奇督 你標題已經看到了被吸引進來的話 我們要探討的是 有沒有一些東西是很難能夠吞得下去的人生真理 每個人心裡面可能都會有一些 我自己也有一些人生哲學是我認為 很有道理的 可是的確也不見得很容易吞得下去的 那也不要講我 我們看這邊一些西方人的看法的 的確蠻多我看的還蠻心有氣氣焉的 我必須要說 所以我們就直接跳進去吧 來看看 什麼是一些 那標題說的 What's a hard to swallow pill that everyone should know 所以我把它翻的中文一點點是很難吞得下去的人生真理 他把它比喻成藥丸 有什麼很難吞的藥丸是每個人都應該知道的 大概懂 OK 第一個人說了 好 我們就 我把expand開了就可以看得到了 第一個人說 Not everyone is gonna like you And that's OK 世界上不是每個人都會喜歡你的 而這沒關係 這我們都懂啦 說真的 像我們有講說 你不可能讓每個人都喜歡你 可是你至少要讓 如果只要世界上有51%的人喜歡你就好了 49%的人不喜歡你 倒沒關係 或者我們說 It's impossible to make everyone like you But you must like yourself 你不能讓每個人喜歡你 但你至少要愛你自己 之類的這樣子 所以 所以同樣的 Same as you don't have to like everyone No one is entitled to your affection Or admiration Or you to theirs 所以同樣的 你不用去喜歡每個人 沒有一個人是 entitled to 什麼的 所以這個be entitled to 是一個很常看到的一個片語 我們以前解釋過 就是 我把這個寫完整一點好了 X is entitled to Y 他翻譯起來的意思就是 X啊 對於Y這件事情 對於Y這件事情 X是有理所當然的 能夠得到的一個資格的 像我們說台灣人生下來 就有資格保健保 所以這就是一種 Entitlement 像我們最近要講紓困 因為可能COVID的關係 如果我們要進入lockdown的話 可能政府會撥一筆錢來 直接給現金給大家 那只要你是國人 只要你是台灣同胞 你可能就能夠拿到一份這個錢 所以 That is an entitlement to 大家聽懂的意思喔 所以 並不是每一個人 No one is entitled to your affection 所以沒有人 就是 就是能夠理所當然的 得到你的 affection 什麼是 affection 就是你的喜愛 你對他的喜愛就是 affection OK affection 或者 admiration 就是你的仰慕 憧憬這樣子 同樣的 他們也不值得 就是反過來也是啦 and vice versa 這樣講聽起來就懂了 OK 來下一個 我們再往下看下一個 好可以 這個可以看 No Everyone doesn't always find the one in their own time People die alone everyday Some never haven't been in a relationship 滿合理的 這個事實上牽扯到的一個 有時候我們在講英文的時候 講的比較 囉嗦的一個概念 叫做 不完全否定 我寫一個句子給你看齁 你猜我講的是什麼 你看 如果我講說 Not everyone is rich 你看懂我意思嗎 Not everyone就不是每個人 加一個is rich就是有錢的 所以這裡很直覺的你就翻譯成 不是每個人都有錢 聽懂 可是這裡tricky的地方就來了 如果我把 Not 換到句子裡 也就是變成了 Everyone is not rich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意思變掉了 變成了 Everyone 每個人 is not rich 不有錢 這翻譯成 每個人都不有錢 也就是大家都窮 是不是跟前面這句有意思不一樣呢 你可能會覺得 聽起來好像是 因為你把 Not 換掉了之後 前面不是每個人都有錢 後面變成了每個人都不有錢 是這樣沒錯吧 No OK 事實上這兩句 是一樣的意思的 雖然說 Not 放到句子裡面 但它的意思卻是一樣的 所以這兩句都叫做不完全否定 那或許你下一個問題就會問說 那怎麼樣才能說 每個人都不有錢 大家都窮呢 我們要思考的方向 事實上不是把 Not 這個字變來變去 換地方 都沒有用 我們事實上是要把 Everyone 這個字 變成否定的 Everyone 所以要怎麼講才是每個人都不有錢 Nobody is rich 懂的意思嗎 Nobody is rich 這才叫做完全否定 所以這邊你看 Everyone doesn't always find the one in their own time 每個人都找不到 你人生中的那個人 然後在你的一生的時間中 所以這裡是每個人都找不到嗎 不是 這裡的意思其實是 並非每個人都能找得到 人生中的注定的那個人 真命天子 真命天靈 所以你如果把 Not 搬來這個句子的前面 他就還是合理的 Not everyone always find Not everyone always finds 所以這並不是一個全面否定 這是部分否定 People die alone everyday 事實上每個人都是自己會 就是自己死掉啦 人的最後一層都是自己走完的 很少很少人 是在 就是有愛的家人圍繞在你的病床 然後你走掉的 我的爺爺是這樣 所以程度上來說他是幸福的 OK 怎麼突然間 藍色了起來 但這裡講 Everyone dies People die alone everyday True OK 然後有些人甚至從來沒有 進入過任何一段關係過 Some never haven't been in a relationship 所以這是一個 很難吞得下去的藥 I guess so I guess it is 好收起來 下一點 No matter what You will be a villain in someone's story Oh so true 無論怎樣你都會是 某個人故事裡的壞人 Yeah 我相信我在某些人故事裡也是壞人 誰我就不要講了 呵呵 但我人生故事中有沒有誰是壞人呢 當然也有 可是那個人說不定是別人的好朋友 好爸爸好媽媽之類的 Right So no matter what You're gonna be a villain in someone's story 所以villain這個字就是 故事中的壞 的壞角色 OK 反派 No one's perfect And you will have wrong Somewhere along the line Even if you didn't mean to 所以他在講的另外一個補充點就是 這可能並不是你故意的 你不是想當壞人 可是總之 你就是有可能當壞人 No one's perfect 沒有人是完美的 You will have wrong someone 這裡強調的用未來完成是 就是你未來一定一定會完成這件事情 一定會把這件事情做足足的 You will have wrong someone Somewhere along the line Even if you didn't mean to 即便你沒有意思要這麼做 你還是會 你知道嗎 突然想起這件事 這件事情還 時不時會回到我腦袋中 我真的覺得很抱歉 可是我已經無法跟這個人道歉了 有一次我 在多人多人的時候 停車停在路邊 Pairlow Parking 停在路邊之後 你開車門當然應該要小心嘛 對不對 你開車門的時候 你要注意一下後面可能有車啊 有人在經過啦 然後他可能會撞到你的門 對不對 我就真的有一次非常的不注意 我就真的是門突然間把它打開 然後一個騎著腳踏車的外國人 就從我幫忙糊過去 所以我一開還真的不小心碰到他的一下 然後他整個差點摔倒 然後就緊急煞車 坑坑差點滾一圈 結果他就停住了之後 轉過頭死瞪著我 我知道我犯錯 完全是我的錯 然後我就 I'm sorry 我就等著 我不知道他要對我做什麼事 我那時候心裡想 幹他會不會走過來揍我 結果沒有 他瞪我瞪的真的大概足足的十秒 就這樣子瞪著十秒 他戴太陽眼鏡 我看不到他的眼鏡 總是一個白人 然後穿的就是一個運動的衣服 這樣子 全身腳踏車裝啦 然後帶個安全帽 看起來是個注重安全的人 瞪了我十秒之後 搖了一下頭 然後就繼續騎走了 我心裡在想的是 OMG 我覺得我在他的人生中 就是一個villain Did I mean to do that? No Did I apologize? Yes Did he accept my apology? I don't know And I will never know 我在人 我人生中也不可能再碰過他啦 但總之 如果你看到我的影片的話 我跟你道個歉好了 I doubt that's possible Alright 好 下面一個人說了 他的回應 那這個回應卻被大家點讚了 點了很多的讚 所以變成一個紅框框出現了 回剛剛這一個 剛剛所說的 就是 你會在別人的人生故事中 是一個壞角色 所以這人的回應說的是 This one is so hard to come to terms with sometimes 這個配語你要回 come to terms with 什麼意思啊? 我把這個句子完成 x comes to terms with y 呃 term怎麼翻譯? term有學期的意思 專有名詞的意思 呃 還有合約裡面的條款的意思 所以 我大概會用這種方式解釋給你聽 就是 你願意接受了這個合約裡的條款了 就 可是沒有合約啊 什麼合約啊 幹你在說什麼 但總之就是 這一些 有一個事情有點糟 那這個糟糕的事情 就像一個合約一樣 他有一些細部的細節 而 這些細部細節 你有的接受 有的不接受 可是總之 你知道這件事情 要跟著你一輩子 或者跟著你一段時間 你也只好慢慢的 就來把這些細部的一條條細節 就吞下去了 所以這就叫做 you come to terms with 這件事情 可以理解吧 好所以 這一點 it's so hard to come to terms with sometimes 希望你看懂 特別當 especially when it finally hits you that you messed up 特別是當你終於了解到 你搞砸了 我剛剛腳踏車的那個例子 我沒有finally 我是馬上知道 但有沒有可能是你 經過一段時間 才知道你搞砸了 no 很有可能 but all we can do is keep trying to be better each and every day 好 講得非常巴骨 但隨便你啦 ok 下一點 再看下去 Alright 這是一個 女生對男生的想法 no you are not the magical unicorn unicorn that will change him 光是看這句 我已經懂他想的是什麼的 就很多女生 他人生的使命感 就是改變一個渣男 你知道嗎 只是個玩家 一天到了年花惹草 從來不會好好定下來 遇上了我可不一樣了 對我百依百順 然後為我成為一個所謂 世俗定義下的好男人 開始顧家顧小孩 然後變成了一個真的好爸爸 什麼這些的 那女生就會覺得 這是我一生中的成就 我知道很多女生都有這種情節 這個人說的 no 你就不是那個 魔力般的獨角獸 然後能夠改變這個男人 他這邊講 him你就看懂了 對不對 你不會是那個 改變他的 魔幻般的獨角獸的 你不會 你不是 所以 no you are not the magical unicorn that will change him you are not see 這個會不會很難吞 對有些女生來說 是的 可能你現在還在想著一個男人 想要改變他 現在的你唷 可是說不定 你應該要接受 吞下去這個事實 you are not 或許就是 你不是別人是 他還在等那個正確的女人出現 也有可能是他一輩子都不可能 他是一匹野馬 他沒有辦法被馴服 we don't know your love for him will not change the toxic traits 你對他的愛 不會改變他的那些有毒的特徵 我們常看到toxic這個字又出現了 trade特徵 your love for him will not change the toxic traits take those red flags at face value right out of the gate decide if it's worth it instead of getting stuck with someone that won't move forward with you or even pulls you further back 這句寫得不錯啦 我們來細細的把它吃下去 take those red flags at face value right out of the gate 先看這邊 這個right out of the gate 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閘門一打開 反正就是一開始 at the beginning ok 所以你一開始就應該 take those red flags at face value 很難 不好懂齁 我真的要好好解釋 這個red flag就是紅棋子 在西方的這個英文裡面就是說 紅棋子就是警訊 ok 這個人 常常不愛刮鬍子 那這就是red flag 就是他是一個不修蝙蝠的人 你要期待他 以後光鮮亮麗的每天刮鬍子 然後出門上班 穿好西裝 可能就是很難的事情 或者他就是每天都不洗澡 然後可能一個禮拜再洗一次 三天才洗一次 你希望他可以成為一個乾淨的人 就是不可能 所以這些都叫做red flag 或者說他就是 他的通訊錄裡面就一大堆妹子 然後你要他成為一個 可以跟這些人都斬斷 指中心對著你的一個人 可能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這些都是red flag 所以這些red flag 你都應該用一個face value 來去接受他 什麼是face value 不好解釋 可是還是試試看 face就是 我講簡單一點好了 就是一張鈔票上面寫的是100塊 那他就是100塊 這就是face value 那有沒有可能一張100塊 他不是100塊呢 呀說不定 I don't know 民國初年的100塊 現在變成舊鈔 變成紙幣 變成古董 那古董可能就不是100塊 所以他的face value是100塊 說不定價值是5000塊 而一個男人他糟糕的一些trades 就真的是100塊的100塊 你不要想說他現在看起來好像face value是100塊 可是我認為他有潛力成為5000塊的股幣指鈔 他不可能他100塊就是100塊 大概這樣懂了齁 so take those red flags at face value 你不要替他加一些他本來沒有的價值 以為他有這個價值 他沒有 ok 好所以你不要馬上就 所以你應該要 right out of the gate 就take those red flags at face value 下一個動作 decide if it's worth it 馬上就決定 他是不是值得你付出這麼多 所以instead of 而不要 getting stuck with someone that won't move forward with you 所以而不要呢 跟一個人卡著 而這個人呢 還不會願意跟著你一起人生往前走 so you're stuck with someone who won't move forward with you 而甚至還有可能把你往後拉 or even pulls you further back yeah 我可以理解大概就這樣的概念 事實上 我必須要說我為什麼單身這麼久 也就是我一直認為我每一次交往的關係中 我的人生都到最後是沒有往前走的 這是我的問題事實上 因為我都會不知不覺的 把我自己去完全配合交往的對象 然後慢慢就失去我自己 那這是我的人生的一個很糟糕的tendency 所以我保持單身是完全正確的一個概念 真的 因為沒有任何一個以前交往過的伴侶 是可以跟著我一起人生往前走的 大概除了 最後一個吧這樣子 但可是我又是個 我這個玩咖啦 我就愛玩 所以 不要跟人家交往比較好 總之這是我的一個conclusion 好anyway 再看下去 剛剛看過了 對不起 下一個 Hard work is not a guarantee of success Well of course it's not 努力並不是成功的保證 Hard work is not a guarantee of success Some people will go further because of a fluke of birth They are richer or just by sheer dumb luck OK 所以有的人天生生出來的家境好 或者比較有錢 或總之就是 運氣好 Sure dumb luck 好anyway 下一個 This one Alright Never depend on anyone for anything 這很廢話 但我也同意 因為很多人在人生中真的是會依靠別人 永遠不要依靠別人 或依靠任何的事情 Never depend on anyone or anything Roommates responsible have to rent You better have their half stashed away Just in case OK 所以說 你的室友啊 應該要付另外一半的房租嗎 Roommates responsible for half the rent 你最好就乾脆自己再存著另外一半的房租 In case他突然繞跑了 So you better have their half stashed away 這個stashed away 就是把它放好 把它存起來 不要花掉這樣子 Just in case Don't let a man convince you to quit your job And let him take care of you 這看起來又是一個女生寫的 所以不要讓一個男生 說服你 quit your job Don't let a man convince you to quit your job 然後來讓他照顧你 And let him take care of you Not gonna happen Have your own money So women should be financially independent OK 哈哈 下一點很不錯 Oh And if you're under 22 要是你還沒有滿20歲的話 那個超過26歲的男人 其實真的沒有愛你啦 OK OK That 26 plus year old boy doesn't really love you 他強調你看 26 year plus old boy 他強調26歲以上的這個男孩 OK 所以26歲以上的 他也不叫他男人喔 這只是個男孩喔 他其實沒有愛你 我很同意其實 女孩你說的對 OK 你說的非常對 我完全沒有說你說的不對 Alright 這點我覺得不錯 可以看我們把這點看完吧 You can come in early Stay late Volunteer for projects And be the most dedicated employee on your team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To your company You're just a number 啊太對了 OK 你可以早點來 然後留比較晚 Stay late Volunteer for projects 所以自己說 老闆這個案子我來跟著一起做 這樣子 Volunteer for projects 主動要求 And be the most dedicated employee on your team 就你在你的團隊上 最投入的一個員工 But 但最後 At the end of the day 這個片語很常見到 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可以從字面上理解 就是在一天的最後的時候 所以 這個的意思大概就是 After all is said and done 在我們把一切都看完 一切都講完之後 總之在 一切都 計算完了以後 對你的公司來說 你還是就只是一個數字而已 你就是一個員工 You're just a number OK 然後要是今天 有需要 砍預算或之類的話 你的工作 可能就是 沒了這樣子 So if there's a budget to cut Your job is on the line 所以 這個片語也很好 So if something is on the line 什麼意思啊 在線上 不是在線上 這個的意思就是 你知道工廠裡面在切一些肉之類的 就有一個輸送袋有沒有 然後就一個刀在那裡 卡卡卡卡卡 這樣切切切有沒有這樣 這就叫做on the line 你的什麼東西 在那個line上 快要被處理掉了這樣子 所以 你可能快要失去它了 也可以這樣翻譯 所以你可以想 我不會輕易做一些什麼白癡事情 因為我的名聲可能就是on the line So my reputation is on the line So I don't do crazy things At least not publicly OK I may do it privately But not publicly Because my reputation may be on the line So if something is on the line 是這樣子的意思 很 單純的一個片語 可是它的意思 是可能會造成你的誤會 好 看到這裡大概夠了 我覺得 你覺得這裡面有沒有一些 你很同意的呢 我覺得我大部分都同意 都一些人生的治理的一些 治理名言 非常有道理的 They make a lot of sense And this is what These are things you should really take in heart OK Take too hard 不是 take in heart So take these too hard And keep them in mind And 不要依靠別人啊 什麼這些 很合理的 很有用的 These are very useful They can be your life model OK 或是你的這個 人生中的座右銘 很不錯的 好啦 Lalaza要扯到這裡 今天做的這樣夠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單元 我們下次見